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以西结书四十八章 一至二十九节 选读 以下是以色列各支派的名单 和每个支派要得到的领土 但的领土在最北边 阿切的领土位于但的南面 拿弗塔利的土地位于阿切的南面 然后是拿弗塔利南面的马拿西 马拿西的南面是以法连 跟着是里面 然后是犹大 所有这些支派的边界 都是从东到西延伸的 犹大南面的土地 是分别出来作特别用途的 圣殿位于中央 为上主的圣殿分别出来的区域 长十三有十分之三公里 宽十有五分之三公里 在分地时 这一个区域要成为他们特别的份额 是全部土地中最神圣的部分 在祭司所得知地旁边的是其他利美人居住的地方 分及利美人的这块土地 形状和大小与属于祭司的土地相同 分及其余支派的领土是这样的 便雅敏的领土紧埃在黄塞土地的南面 便雅敏领土的南面是西面的领土 接着是以撒加的领土 然后是西布伦的领土 加得的领土紧埃在西布伦的南边 这些就是分级每个支派遗孽的国份 这是我至高的上主说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重整秩序 十二支派的分地 不再是按住地理环境来区分 而是从北到南 按住一定的秩序 非常工整地分配 利美人不再分散在各支派中 他们是专责侍奉上帝的支派 所以得到的土地 最接近上帝的圣殿 而按住十二支派的掌友次序 雅各两个妾士所生出的四个支派 但、雅切、拿弗他利、加得 就分派到来圣殿最远的南北两边 就是城和黄的地 都是四四方方 非常工整的 从这么工整的分地 可以体会到上帝喜欢秩序 他重整以后的支派分地 也都井然有序 表明他重整以色列家 就是要重整为他们定下秩序 要他们按住这个新秩序来建立国家 新一代的年轻人 做事随心所欲 不受束缚 这样的心态 似乎只可以刺激感官和消费 对重整生命就没什么助益 从收拾家里面 到重整灵命 每一次的重整 都应该建立一套新秩序 如果我们的生活混乱无章 我们大概也都需要重新 检视生活的优先次序 建立一套新秩序 留心 混乱并不是什么个人风格 却反映出一些心态 我们的生活是混乱不堪 亦或是井然有序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